21岁的娟是一位平凡普通的大学生 但在她心里却始终觉得 自己与周围那些庸碌的俗人不同 她爱文学,爱漫画 对世界矛盾的规则嗤之以鼻 并且不予遵从 娟十分不解 为什么在剪刀石头布的游戏中 布竟然可以赢得坚硬的石头 明明石头轻轻松松就可以把布弄破 对于这些奇怪的定理 与矛盾的世界 娟选择逃避 所以她经常独生一人 极少参加那些肤浅嘈杂的团建 但命运的安排总是奇妙 在娟赶不上末班车的那个晚上 她遇到了同样没赶上车的麦 两人因为错过班车 无处可去 便约上两位路人 一起去酒馆打发时间 四人素不相识 麦和娟有些沉默 但随即 麦就看见了坐在自己对面的著名导演 她激动无比 但是一同入座的那对中年男女 却不认识这位导演 并且还当着她的面 唱聊真人版的《魔女宅集送》 麦很想在心里翻个大大的白眼 动漫的导演本人 不认识也就算了 还当着她的面聊真人版电影 好在没多久 那对中年男女就离开了 娟和麦也准备分别 但就在这时 娟还是鼓起勇气告诉麦 其实刚刚她也看见了大名鼎鼎的导演 两人瞬间陷入知己相逢的喜悦中 于是麦和娟都舍不得回家 决定再找家店聊聊 经过短短数十分钟的相处 麦和娟发现两人之间的相似之处 简直太多了 他们有同款的球鞋 读同样的温学作品 就连书里夹做书签的工具 也都是电影票根 种种无比合拍的迹象 让麦和娟觉得相见恨晚 两人都不介意 让这个夜晚变得更长一些 他们去了歌厅 高歌一曲出来后 天空下起的暴雨 在被凌晨落汤机前 两人来到了麦的家中 脱掉微微湿透的衣服 娟扫射了一眼麦的书架 这简直是自己书柜的翻版 娟惊叹不已 这个世界上竟然有一个 与自己这么合拍的人 接着麦拿出自己珍藏的电影版 天然气楚冠 他相信娟一定会懂自己 不管怎样 这是个非常完美的夜晚 尽管娟在电影最精彩的部分睡着的 但这只是完美中的一点小瑕疵 第二天一早 麦送娟坐上回家的车 两人相约 下次在博物馆一起看木乃伊 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顺利且心动 麦和娟永远有聊不完的话 可他们都在害怕 对方心里是否只是把自己当朋友 异性间有个不成文的规定 如果约会三次还没有告白 那就只能做朋友了 所以麦和娟决定 等到第三次约会的时候 一定要跟对方告白 这天很快就到来了 麦找了家餐厅 他努力把氛围活跃起来 期间一位服务员在上菜的时候 给他们推荐的一首情歌 两人一人一只耳机 打算共同欣赏歌曲 此时隔壁桌的一名中年男子打断了他们 因为左右耳机播放的音乐 其实是不同的 他们这种听歌方式 其实欣赏的根本就不是同一首歌 男子煞风景的话 让气氛瞬间冷了下来 而时间也拖延到末班车即将来临 两人心有不甘 却只能接受现实 就在这时 服务员又上了一只停点 麦和娟都没有点这道菜 但二人都决定留下它 这小小的乌龙事件 让气氛又活跃了一些 麦在拿起手机拍照的时候 终于鼓起勇气告了白 两情相约的二人 终于顺利开始的恋爱 在红灯前的人行道 他们稳在了一起 虽然进展迅猛 但这种感觉还真不错 相恋的第一周 他们和所有普通情侣一样 吃饭逛美术馆 请人画合照 三月里的某一天 两人进行的最亲密的结合 整整三天 他们一直卧在房间里 互相溺暗 如果时间永远停留在这一刻 那该多美好 这一天 娟回到家之后 在网上看到一则新闻 自己追随很久的情感博主 自杀身亡了 她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开始是结束的开始 相遇总是伴随着别离 在这位博主看来 爱情就好比一场宴席 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娟虽然内心悲观 但此时的她 正处在恋爱的甜蜜时期 所以尽管大多数人 都认为爱情的结果都不会善终 但娟依旧觉得自己的爱情 会在极低的存活率下永生 接下来的日子里 麦带着娟认识的自己的朋友 她见证了一对 闻着相同闻深的情侣 如果没有坚决相爱的决心 是不会做这种事的吧 娟感慨于他们的忠贞与坚定 时光飞逝 爱情的甜蜜没有逊色 但他们却悄无声息地长大 毕业了 麦决定在家靠绘画为生 娟则必须找一份工作 一整个夏天 她都在四处奔波 但现实很不如意 尽管她抢眼失落 麦还是察觉到 电话对面的娟在哭泣 她不顾一切地飞奔到娟的身边 看着在重压之下憔悴的娟 麦告诉她 可以一直待在家里 可以不用做不喜欢做的事 如果可以的话 两人可以同居 娟震惊之余 也接受到麦的提议 两人就这样顺理成章地 住在到一起 麦租了间更好的房子 两人一起布置新房 一起照顾 从街边捡回来的流浪猫 一起发现 家旁边好吃的面包店 未来的一切 都充满憧憬与期望 夏天再一次来临了 两人的生活 发生了一些改变 麦的插划被压价 价格从从前的1000日元一张 变成了1000日元三张 而麦的父亲 也逼迫她回老家 如果麦不回去 她就切断麦的生活来源 日子一下变得窘迫起来 为了维持生活 麦决定出去找工作 娟也开始准备 会计等级考试 最后通过会计考试的娟 先找到工作 2017年的1月 娟开始正式工作 她也开始尝试 参加公司举办的聚餐 就在娟第一次参加聚餐的那天 麦的工作也定了下来 那是一家新开的物流公司 每天5点下班 娟兴奋地说 那你下班后就有时间画画了 生活有的着落 两人都很开心 麦说 我的人生目标 就是跟你维持现状 此时 两人已经相爱两年整了 生活瞬息万变 流逝的岁月 悄无声息地 带走的某些东西 比如麦的耐心 因为入职的是新公司 所以说好的5点下班 基本是奢望 麦几乎天天8点多 才能下班 休息日也都是出差和准备出差的路上 这样一来 他根本没有时间陪娟 看早就订好的话剧和漫画 麦 一次次失约 娟心中的失落感也在一层层累加 最后他告诉麦 如果一定要出差的话 那就请带上这本书 但书 最后的归宿 他肯定不知道 忙得昏天黑地的麦 随手将书 丢进后备箱就不再理会 有很多事 娟都不再知道 但他还是活得如少女时代一般纯真 看话剧 追漫画 但身为男人的麦 却和从前不一样了 越来越多的时候 麦会在电影放到精彩时分 憨然入睡 在书店挑书时 娟还是拿起那些心爱的文学作品 而麦的手中 却捧着人生的胜算 娟不知道 她何时开始庸俗成这样 在一个深夜 麦和娟谈起结婚的同事 她问娟是否有结婚的念头 娟说了句没想过 就开始沉默 她不懂 三个月都没做爱的恋人 怎么会想结婚 麦也不懂 自己身旁这个女人 还要维持学生时代的单纯 到什么时候 时光荏苒 到了2018年 他们在一起的第三个年头 忙碌未见 两人却愈发疏离 就算在同一个房间 也是貌合审理 在生活中 麦在为工作焦头烂额 娟却悲伤于关亭的面包店 两人家的鸿沟越来越大 麦已经强烈地感受到了种种不同 可她又能怎么办 她拼命工作 不就是想给娟一个美好的未来吗 闲于时间 麦只能玩一玩 不用动脑的休想小游戏 曾经那句 我的人生目标 就是与你维持现状 还会偶尔浮现在眼前 曾经是希望 而如今却只有苦涩和讽刺了 回到家里 麦看见桌上放着的资料袋 打开一看才知道 原来娟已经打算跳槽到别的公司了 麦看了一眼那公司 就觉得是半吊子企业 可娟却觉得 这个公司虽然薪资低 但自己可以做喜欢的事 她总是这样 以为靠着爱好就能活下去 这难道不是太小看人生了吗 麦有些无奈又有些气愤 情急之下麦告诉娟 如果她真的想做自己喜欢的事 那就结婚啊 那不就可以名正言顺地 待在家里了吗 这就是求婚吗 娟惊讶地说不出话 怎么和浪漫一点都不相关呢 待二人冷静下来 谁都没有再提刚刚的话题 娟还是辞掉的工作 来到新公司 她的脸上终于挂上了笑容 在一次聚餐中 喝醉的娟躺在社长大腿上睡着的 她清醒过来后 社长邀请她吃拉面 娟拒绝了 她赶上回家的地铁 在车厢里她遇到的麦 但两人只是淡淡地打了个招呼 谁也没有主动走向对方 2019年 两人相恋的第四个年头 他们一同参加的婚礼 虽然由衷地祝福新人 但两人都不向往和对方结婚 麦和娟决定 婚礼结束就提分手 四年前的他们肯定没想过 两人最后的一次默契 竟是同时提分手 为了让分别没那么悲伤 麦和娟决定好好聊聊 他们来到了曾经约会的摩天轮上 麦告诉娟 其实她根本就不喜欢 那场木乃伊展览 就像娟在电影中睡着一样 他们只是强迫自己 和对方爱好相似罢了 从摩天轮下来 两人来到了最初告白的那家餐馆 这四年经历的风风雨雨 两人的回忆也相当多 他们在成长中慢慢蜕变 但唯一不变的是 娟一直想要追求爱情的感觉 而麦却想用婚姻来稳定二人的关系 世界上所有结婚的人 不都是这样吗 在柴米油盐中 把爱情的滋味消磨干净 不过只要守住底线 不就可以一直幸福地生活下去吗 娟怎么也不能认同这想法 在他看来 这就是一次次降低自己的底线 他对爱情还是抱有幻想 所以他们的故事还是结束了 这时窗边的位置来到一对年轻的男女 他们也穿着一样的球鞋 聊起兴趣爱好时 眼镜里都闪着光 只是那些脱口而出的名人们 已经不是四年前的那批的 在他们身上 麦和娟仿佛看见了四年前的自己 泪水瞬间夺筐而出 不管最后的结局有多悲伤 曾经的那些美好都是存在过的 因为娟还没找到房子 所以暂时住在麦的家中 分开但同居到这段日子里 他们似乎又找回了曾经的快乐 因为不再对对方抱有期望 他们之间的感情更纯粹了 最后两人决定解决 关于黑猫的抚养问题 麦和娟想用剪刀石头布来决定 卖出了布轻松地赢了娟的石头 他已经成熟了 尽管觉得这套规则荒谬 但已经开始去适应了 他们拆掉曾经布置好的家 收完行李后就各奔东西 到了2020年 他们已经分手很长一段时间 在一间餐厅中 他们偶遇的 不过两人身旁都已有了新欢 所以他们并没有和对方打招呼 而是在分别的时候 互相对着背影挥了挥手 这段恋爱消失得无影无踪 直到有一天 麦在谷歌的全景地图中 看见了自己和娟回家的影像 在那封存的画面中 娟手捧鲜花 两人正在品尝着 美味的炒面面包 尽管面孔被虚化了 但不用看都知道 他们脸上的笑意多么张扬 好似一段不曾枯萎的花束般的恋爱 《花束般的恋爱》上映于2020年 讲述的一对男女从相爱到分开的故事 娟是一个对爱情抱有悲观态度的女孩 麦是一个对笑话及女孩心动的男孩 两人因为看起来 百分百合拍的爱好走在了一起 但仔细看下来 就能看出二人之间的合拍无比肤浅 娟在麦拍的电影最精彩的部分睡着了 而麦根本就不喜欢娟说的木乃伊展览 他们只不过是寂寞 不过是不甘 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人活爱情 然后借着化工业下的各种合拍 所以凑到一块 所以时间一长 娟就接不住麦的那部分内化的自我 而麦也发现 娟其实是一个披着文艺外衣的文化消费者罢了 本质上 这是两个初相识的爱人 妄图通过表面的合拍 去掩盖自己精神无能的事实 但同时 她没有拼了命地去证明 去感动自己 就是这所谓的爱情 所以 麦和娟才会对二人相似的地方如此激动 却忽略那些不同 最后 这拙劣的伎俩 终于被时间积得粉碎 故事发展到最后 麦已经长大了 她开始一点点去学习 和接受外面世界的规则 学会了在石头剪刀布中初步 娟却依旧固执 她宁愿输掉这场游戏 也要坚持自己最开始的原则 你看 其实他们两个人的性格真的大相径庭 鲜花在被掐断跟进的那一刻是最完美的 但接下来就开始慢慢凋零 但不管枯败到何种地步 曾经的绚来都惊艳过旁人 好了 这里是老景观影 我们下期再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